顺治皇帝名叫弗林 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排行第九 生于公元1638年 即大清重德三年正月三十日 公元1644年 即大清顺治元年九月十八日 多尔滚派人将弗林从沈阳接到北京 事日午后 从正阳门进入紫禁城 十月一日 弗林以定顶燕京 来到南郊告祭天地 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 从此成为君临整个中国的大清帝国皇帝 该大典除拜祭堂子 爱新觉罗家族神庙 是满族人特有的节目外 其余一切礼仪 均按照大明朝皇帝登基之仪式进行 从这时开始到顺治七年十二月 多尔滚病死 弗林从未满八岁到未满十四岁 大清帝国的实际权力 掌握在摄政王多尔滚手中 弗林的皇位来自多尔滚的推举 弗林的天下也是多尔滚为他打下的 从沈阳到北京 他所看到的一切 应该足以令一个孩子眼花聊论 显而易见 他没有多少智慧的余地 在此期间 大清朝的一切得具善政 应该归功于多尔滚 这个王朝初期的暴行恶政 也是在多尔滚的指挥下所失伪 公元1644年 即大清顺治元年十月底 多尔滚发布文告 准备兵分两路 一路令殷亲王阿基格 为靖远大将军 统帅吴三桂尚可喜等部 进攻西北地区之李自成 一路命令殷亲王多夺 为定国大将军 率大军下江南 征伐难命 这是大清入关之初 在军事上 我们所能看到的 多尔滚最严重的一次 战略性失误 可能是因为一切过于顺利的运动 多尔滚有些忘乎所以 过高地攻击了自己的力量 于是贸然决定 将战斗力虽强 人数却很有限的主力部队 投放到相隔数千里的 两大战场上 同时发动规模巨大的两个战场 这是一个可能形成 大危害的战略错误 在战争进程中 一旦受挫 势必忽应不灵 且大军一出 华北地区所于兵力将很薄弱 不可预见之祸 如此不可能发生 偏偏这种战略考虑上的不周全 却由于他两大对手的作为 而得到了及时的弥补与纠正 李自成退居西北 杀掉李延之后 方寸大乱 关中地区百二秦关 是所谓四赛之地 自古山川行圣 一手难攻 李自成若是收缩形势 在此苦心经营的话 将会给多尔滚带来很大的困难 偏偏他在政治上一物在物 军事上一败再败之后 再一次未经周密准备 便在河南淮庆 及今日河南省 欠阳地区 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战 这一次 除了一时间相当有力地打击了 该地区的清军之外 却也一巴掌拍醒了多尔滚 假如多多按照原计划南下的话 李自成完全有可能 与淮庆得手之后 冰封直指兵力空虚的 河北经济地区 那时多尔滚可能就要陷入 手忙脚乱之尴尬中 那个提不起来的南明政权 真是让人不说也罢 他们对于北方地区 诸如当时多尔滚根本顾不过来的山东河北一带 好像是全无感觉 除了忙着给洪光皇帝搞女孩子之外 就是忙着窝里斗 忙着给魏忠贤阉党翻案 忙着把权力捞到自己手里 忙着把一己排挤出去 就连唯一的中流砥柱 后来大名鼎鼎的史科法 都在一心一意地希望联合清军 消灭李志成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 多尔滚被李志成一巴掌拍醒了 他火速命令多多 赶快改变行军路线 暂停南下 立即调过头来 去对付淮庆的李志成部队 经过一场大规模会战 清军大获全胜 取胜之后的多多 渡过黄河进攻同关 在同关大战中 李志成再次实力 这个时候阿基格从陕北一路 节节进逼 李志成的老家米子也告一首 由此形成了阿基格 多多两路夹击李志成主力的态势 李志成陷入进退围谷 两面受敌的困难境地 从此以后他退到哪里 清军就追到哪里 基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战役反击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南明政权当中仅有了几位明白人建议 立即出兵空虚的山东河北 攻其不备 必见其攻 而史可法的建议更加离谱 他希望西简精锐 直指秦官 意思就是说要主动出兵 帮助清军 先灭了李志成再说 这个建议多亏也被树枝高阁了 否则的话 史可法在历史上会是什么形象 真的就很难说了 就这样 清军击溃李志成之后 多多随即挥师南下 在很短时间内 就把如痴如梦的南明政权一举吹垮 在此期间 发生了扬州十日 嘉定山徒和江阴屠城等等暴行 孙子二年六月 李志成退到了湖北通城县九宫山之后 就不知去向 此后 关于他的下落众说纷纭 有一种说法 认为他死于该地牛姬岭 一个农民的绝头之下 还有人认为 他逃到了一个寺庙里 做了和尚 从而演绎出了后来 极有名的顺天御和尚的故事 顺治三年正月 已经牢牢控制住朝局 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多尔滚 任命在小皇帝第二次登集时 恢复了肃亲王爵位的豪格 为新的靖远大将军 前往四川对付张献忠 当年十一月 在四川南充地区的凤凰山金山铺 张献忠主帝被豪格击败 张献忠主帝也被一箭射死 从此 这两支号称具有几十万 甚至百万大军的农民军 大体行善 李志成张献忠的一部分部下 和明朝残余力量合流 试图共同抵抗咄咄逼人的清军 无奈强弩之末不能穿稿 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力量 而多尔滚则十分顺利地实现了 各个击破的总体战略目标 中国在他的手里大局已定 在此期间 清朝迅速完善各种规章制度 除了军事上 以八旗制度为其根本之外 其余几乎全部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设计 多尔滚率大军入关的时候 一再宣称自己的天下是德治理之城 而不是夺明朝的天下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 孙治三年 以孙治皇帝的名义作序 把朱元璋的洪武宝训搬行天下 直接了当地 自认为是明朝的继承人 他将与天下 共同遵守大明祖训 这是中国历史上 改朝换代的时候 从来没有过的景象 在很大程度上 起到了收拾人心的功效 这种情形 也直接影响到了 小皇帝福林的日常生活 譬如按照大明组织 皇家子女出生后 不能由亲生母亲抚养 要交由宫中女官 儒母 宫女 太仙和师父们 养育福岛 到北京后 孝庄皇太后 住进了慈宁宫 七岁的福林 大约是住在魏玉宫 她只能和母亲分开来 自己单独住 多年以后 早已把死后的多尔滚 修理得体无完肤的顺治皇帝 依然充满怨恨的谈道 多尔滚设政时 自己和皇太后 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宫室里 经常要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 以至于皇太后 实时牵挂 特别难受 顺治皇帝将此归罪于多尔滚 肯定有她的道理 从多尔滚的角度看 将他们母子隔开 固然有皇家制度的因素在 不过她和孝庄之间的私情 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 多尔滚与孝庄皇太后之间的情愫 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福林长大后 性情偏执强烈 形成严重的分裂型人格 和自己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 也恶化到几乎无法弥补的程度 从一般心理学规律判断 这种情形必定和她童年 与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 而多尔滚和孝庄皇太后的关系 可能使她受到过极大的刺激 这应该是她切齿重恨多尔滚的 最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福林可能日益感受到了 多尔滚庞大权势的威样 福林在北京第二次登基后 便颁布诏书 认为多尔滚的功德 与辅佐成王的周公比较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加封多尔滚为叔父摄政王 命令为他立碑以纪念这些功德 福林还封另一位摄政王基尔哈朗为信义辅证书王 从此基尔哈朗不但在实际上 而且在名位上也正式退居到了多尔滚之下许多 第二年初 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上书 认为称号必须证明 叔父摄政王是皇帝的叔父 只有皇帝可以这样称呼 如果大家都这样叫 就没有了上下尊卑之别 因此应该在叔父摄政王前面 加一个皇字 以便让天下臣民知道此叔父非彼叔父也 于是帝国政府机器又紧急开动 规定从今以后一切行住文字的时候 都必须称皇叔父摄政王 在一切遗嘱礼节上 皇叔父摄政王都只比皇帝略少一点点 而远高于其他王公大臣 顺治三年五月 多尔滚将所有信符收到了王府管理 这是调遣全国军队的唯一凭证 本来是只有皇帝才有权力 独自掌握的军国自重之气 多尔滚的理由是 这玩意儿收藏在大内 一有调遣太不方便 于是把它拿到了自己手里 多尔滚死后 这件事被当成他心怀不轨的证据之一 其实恰恰是这件事 方才表明多尔滚真的没有谋夺皇位的心思 想想看 从拿到调动全国军队的兵服军权 到多尔滚死去 期间间隔了四年半时间 在这么长时间里 多尔滚要想夺位 恐怕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的 有人认为是因为戴善健在 他的号召力及其两红旗 导致了多尔滚不敢轻举妄动 其实这个理由大约同样很难成立 原因是戴善是在顺治五年十月死的 这一年豪格已经死去 基尔哈朗的辅政王之位 也在前一年被捉夺取而代之 即便在这种政治军事势力 完全一边倒的情势下 在两年多时间里 仍然没有任何坚强的证据 能够证明多尔滚曾经有过 谋取皇位的行动 多尔滚死后 深受他信任和重用的苏克萨哈 出面控告他心怀不轨 其实是一种为人所不耻的投机行为 投合了弗林对多尔滚的痛恨 从而开始了对多尔滚的清算 对此倒是弗林的曾孙子乾隆皇帝 看得更清楚 作为皇帝 他很明白 多尔滚要是想取皇位 早就在握有军权时 来做这件事了 哪里要等到死后去阴间来做 于是我们就有机会看到 一个特别熟悉的字眼 乾隆皇帝为多尔滚全面平反昭雪 并在他那个蕊亲王中间 还为他加上了一个中字 实事求是的说 多尔滚还真是当得起这个字眼 九泉之下有之 多尔滚大约会把这个虫子孙子 引以为自己 顺至四年底 接替基尔哈朗为辅政王的多夺 率领王公大臣们 上奏皇帝和皇叔父摄政王 考虑到皇叔父摄政王 劳苦功高 日理万机且患有风急 为了不使他过于劳累 而影响国家大政 向跪拜这类小事应该免去 从此在皇帝面前 多尔滚跪拜永行停止 不久 据说为了避免皇叔父摄政王 每天上朝过于劳累 文武百官陆续开始到摄政王府 去面请裁决政务 就此多尔滚的府邸 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 从实际情况判断 在百战归来的多尔滚心里 可能也确实没把这小皇帝 太放在眼里 他对这位小皇帝 可能很严厉 丝毫也不加以辞思 当多尔滚铁马金戈 在血肉横飞的变幻风云中 缔造大清帝国时 那乳秀未干的小矛头 可能正拖着鼻涕 赖在妈妈怀里撒娇呢 假如不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不是为了那位孝庄皇太后 多尔滚不干净利索地拿下皇位 已经算是太对得起他了 而在内心深处 多尔滚极深的隐痛和愤懑 并没有随着功成名就 为龙权重而消退 因此他才会说 若以我为君 以金上居储位 我何以由此并证 这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战 从未止息 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 对豪格的切齿痛恨 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 对孝庄皇太后的情义 对帝国肩负的责任 定定中原对大清帝国 勿无质疑的风风伪迹 一切的一切 无不交相坚迫 至少在他心中 可能是充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 这可能是他高度复杂矛盾 和诸多作为的逻辑起立 顺之四年二月 多尔滚以基尔哈朗修建的王府 超出标准的由 下令罚款两千两白银 并罢免了他辅政王的名位 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理由 其中有两个真实的隐情 基尔哈朗曾经对一个高级官员 龚阿黛谈道 皇子弗林继位是件好事 没什么可说的 唯一令人忧虑的是 有人想篡位 显然这里针对的是多尔滚 这个龚阿黛当时如何表示 不得而知 事后他向多尔滚告了命 导致多尔滚罗知罪名 贬出了基尔哈朗 还有一个原因是 多尔滚与同胞弟弟 多尔滚的感情最好 打掉基尔哈朗 是为了给多尔当辅政王 腾出位子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第二年顺至五年二月 豪格平定四川立下大风 返回京城后不到一个月 多尔滚找来两个很可笑的罪名 其一说他包庇手下的一个 中级军官贪冒军功 其二说他提拔重用了一个罪名的地 然后不由分说地将豪格幽禁起来 三月幽禁中的豪格 没有任何征告地死去 十年仅仅四十岁 同时多尔滚兴起大狱 一批八旗高级将领控告基尔哈朗 说当初一些人牟利豪格为地 基尔哈朗知情不举 就此将努尔哈赤时代开国五大臣 俄义都 费英东等人的子职牵连进来 许多人被抄家并关进了监狱 基尔哈朗则据说是从宽处理 被降为俊 这种情形充满了乖利不详的气息 表明多尔滚在全市的膨胀中 已经不再是那个富有远见 运筹帷幄的政治家 当他不惜采用残忍下流的手段 对付一己时 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 因很低级的政客们 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是他身后遭遇清算 和失去历史尊敬的重要原因 十年十一岁的小皇帝福林 和那位比他大了近三十岁的豪格大哥 感情甚好 豪格立大功回京 小皇帝十分兴奋 专门在太和殿设宴慰老豪 谁知为大哥庆功的热乎劲 还没有过去 就传来豪格的死讯 据说听到这个噩耗后 福林的反应极度狂乱 几近疯狂 将身边的宫女太监们 鞭打得鸡飞狗跳 一片狼藉 公元1648年 也就是大清顺治五年 十一月初八日 这一天是冬至 大清路关已经进入了 第五个年头 顺治皇帝在南交祭祀时 颁照大赦天下 赵书说 书父摄政王治安天下 有大殉劳 一家疏离 以从功德 尊为皇父摄政王 凡昭书皆书之 以前在书父摄政王前面 加一个皇字 表示这位书父是皇帝的书父 如今在摄政王前面 加上皇父二字 在字面上理解 自然是表明 这位摄政王是皇帝的父亲 这种情形 在中国历史上 似乎还从来没有过 从而引发出了 皇太后下架多尔滚的遗案 成为大清朝前期的 又一个历史谜团 后来有学者 极力要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 认为这里的皇父 和古代的诸如上父 重父 雅父 等等是一个意思 只是一个尊宠的称呼 比如明清史权威人士 孟生先生就持这种看法 另外一位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 则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 就文化发展来说 有一个十分普遍的规律 政治制度的转换 演变相对较快 而文化习俗的转换 演变 则要缓慢得多 对于入关不到五年 远远没有废纸扫荤字的 满洲习俗来说 上述的解释 似乎太过煞费苦心了一点 结果 把明明白白摆在那的一件事 弄得复杂无比 孟生先生对多尔滚的评价倒是不低 他认为多尔滚功高而不甘地位 为至古史册所谨见 公元1650年 也就是大明顺治七年 是多尔滚生命的最后一年 有记载显示 在这最后一段岁月里 皇父摄政王多尔滚 大体上是重情于声色拳马之中 据说这个人酷号烟草 每天烟袋不离口 今天的人们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嗜好 烟草是在大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 时间并不长 当时人们认为烟草可以辟脏器 边上人寒鸡 非此不至 关外置于一马一一斤 就是说在当时的东北地区 一斤烟草的价格和一匹马相等 和野生的人生差不多了 因此不是富贵人家 肯定是吸不起这玩意儿的 那是一种很高档 很奢侈的嗜好 多尔滚酷爱狩猎 他饰养了三千多只各种名犬 还有不知道树木的梁马和猎鹰 当时有一位外国传教士 曾经目睹过多尔滚出猎时的壮观景象 在他的笔下 多尔滚一次出动的大型猎鹰 就有一千多只 除了纳娶自己的小姨子 兼侄媳妇为夫人之外 多尔滚还在这一年命令朝鲜国王 为自己选朝鲜美女侍候 这段故事如果放在了今天 就会是不折不扣的丑闻 当时朝鲜的姑娘们 似乎不太愿意嫁给这位摄政王 结果国王好不容易 在和王室有关系的女孩子里 挑选出一位 千里迢迢地送了过来 多尔滚知道后 命令肃行尽送 并且自己还以打猎为名 出山海关前去迎接 在宁元以东的连山地方 接到了新娘子 迫不及待地掀开窗帘一看 经过长途跋山涉水的女孩子 困顿憔悴 大约离多尔滚想象的花容月貌 妩媚水令有一些距离 多尔滚恼火至极 当场就毫无风度地 把朝鲜送亲死者痛斥了一顿 说是公主不美 妻女丑陋 逐渐你们国家没有诚意 然后立即下令把那可怜的女孩子 遣送回去 并且恫吓人家使者说 如果选来漂亮的 以前的嫌疑都可以烟消云散 不然你就是来解释十次 也没用 朝鲜国王只好再次下令 在全国范围内争选美女 后来终于选出若干 结果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 接到了多尔滚的死讯 于是不了了之 多尔滚不喜欢北京潮湿闷热的夏天 准备在清凉的喀拉城 修建一座夏宫避暑 为此下令在全国的河北 山西 浙江 山东 江南 河南 湖广 江西 陕西九个省份 除正常赋税外 家派地丁白银二百四十九万两 一时间举国骚人 这时候的多尔滚 已经完全不是刚刚进关时的 那个多尔滚 巨大的成功 全市的膨胀 心中的不平 声色全马的追逐 使他变成了一个 没人敢碰的魔头 假如不是在这个时刻 适时的死去 没有人知道 他后面会做出什么样的事迹 风源1650年 即大清顺治七年 十二月初九日虚实 也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 多尔滚猝死于喀拉城 其治下在今天的河北省 鸾平一带 十年三十九岁 从他患有风疾 并伴有晕悬的症状看 他的病和哥哥黄太极很像 也有可能和高血压有关 后来发生的事情 足以令帝国臣民们 目瞪口呆 眼花缭乱 17日 多尔滚的灵鹫运回北京 13岁的小皇帝 亲自到东芝门外 无礼之处迎接 他在多尔滚灵鹫前 连贵三次泪酒祭奠 痛哭失声 表现得至为悲痛 25日 追踪多尔滚为 成敬义皇帝 妙号成忠 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表示承认多尔滚 剃造帝国的功勋 然而第二天 就开始由义政王大臣会议 集体讨论英亲王阿基格的罪行 最后确定他在多尔滚死后 意图发动政变 于是将他囚禁起来 随后据说这个凶猛而出野的战将 在狱中长刀纵火闹事 于是将他处死 孙治八年正月12日 多尔滚死后一个月零三天 弗林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 接掌帝国军政大权 这一天 他距离满13周岁 还差18天 一个月之后 曾经是多尔滚最信任的 义政大臣苏克萨哈 出面控告多尔滚 内容是多尔滚死后 他的侍女乌尔库尼 告诉他的亲信人员 要将王爷生前准备好的 八卦黄袍 大东猪黑胡挂等皇帝 才能穿用的服饰放进棺材 意思就是咸有悖逆 逆谋果真等等 随后就是帝国历朝历代官场 屡见不鲜的逃分运动 多尔滚身边的人们跟进揭发 人人争先恐后的和多尔滚划情界限 帝国官场臭气熏天 最后 议定将多尔滚的家产人口超莫入关 多尔滚或真或假的罪行 被长篇大论的公之于世 一大批官员 凌迟处死的凌迟处死 彻职查办的彻职查办 抄家流放的抄家流放 把帝国政治中演出过无数次的故事 从头到尾的重演了一遍 铸就了大清朝 开国以来的第一大冤案 其中除了到目前为止 一直置身幕后的 那位孝庄皇太后之外 没有更多新鲜的东西 据说这位皇太后 曾经拜范文成为老师 学习汉文化典籍 这一冤案 可能就是这位皇太后一手主导的 入关七年的大清朝 大明帝国的这个忠实学生 已经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 凶残基因 完整无误地继承下来了 多尔滚没有子女 他的生前生后 和《红楼梦》中所说的 几乎一模一样 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多尔滚还不只是一片白茫茫大地 一位汉语名字 叫魏匡国的意大利传教士 写过一本著名的作品 书名叫《达达战记》 其中记载道 在皇帝的命令下 多尔滚的尸体被挖出来 经过编抽棒打之后 砍下的脑袋示众 五年后 监察官员彭昌庚徐尔安 为多尔滚名不平 认为皇太极创业于沈阳 大家都有功劳 但多尔滚之功为贯 要求为他平反昭雪 这两位勇敢的官员 不但没有能够让大家 学会尊重事实 他们自己反而被判处死刑 最后 皇帝下令将他们流放到了宁固塔 就此 多尔滚在大清朝 定顶中国时 所立下的盖世功勋 大体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直到一百多年后 才被重新翻腾出来 无论如何 多尔滚已经成为过去 如今13岁的弗林开始亲政 这个在多尔滚和孝庄皇太后 双重影响下长大的孩子 表现出了鲜明的双重人格 在众目睽睽的朝堂上 他雍容俨然 颇有人均气象 退朝回宫后 则骄纵易怒 异常横暴 不止一种史料里 谈到过这位小皇帝 时常会失去控制 经常在暴怒中 鞭打宦官和宫女们 史书上使用的形容词汇 这位叫龙姓南英 就是这位小皇帝 喜怒无常 特别富好友的意思 从而导致 在他11年的执政生涯中 将母子关系 君臣关系 夫妻关系 全部搞得高度复杂 国事私情 通通叫人一言难尽 正月17日 弗林亲政后的第五天 群臣奏请皇帝批准 在二月份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 小皇帝干净利索地批示 所奏不准行 群臣立即被震晕 本来请皇帝批准 只是一个刑事 因为这桩婚事 早已由孝庄皇太后和多尔滚确定 新娘子是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 皇帝的亲表妹 既有亲上加亲的意思 也有笼络蒙古的含义 还有皇太后 加强自己娘家力量的深意在 哪里容13岁的小皇帝不准行 于是经过几番折冲 八个月后大婚典礼举行 谁知两年多以后 顺治十年八月 未满16岁的顺治皇帝 突然下诏宣布废后 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弗林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的不满 这个皇后是因亲订婚 未经选择 将矛头直指多尔滚和笑装皇太后 皇帝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国臣民 自己和皇后有夫妻之名 无夫妻之实 结婚三年没有过夫妻生活 这个皇后根本就不具备 母仪天下的能力与资格 据弗林说 这位皇后虽然长得美艳 但心地不端 特别崇尚奢侍 嫉妒嫉妒 见到容貌漂亮一点的女孩子 就感到憎恶 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而且对皇帝的一举一动 都要猜忌防范 因此自己就尽量不见她 而在此期间 其他嫔妃为她生了两个孩子 未来的康熙皇帝 也将在半年后降生 在群臣竭力反对浪法中 弗林停止了对皇太后的 成婚定省之力 不接见任何人 包括孝庄皇太后的 贴身侍女苏玛拉姑 这位苏玛拉姑从小把弗林带大 弗林称之为姐姐 可能是她最为亲密的朋友 耐人寻味的是 孝庄皇太后起初一言不发 后来在事成僵局之际 她主动出面说服诸王大臣 同意废后 牺牲掉自己的亲侄女 成全了儿子弗林 实际上皇太后 等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 召告天下 皇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 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皇帝的意志 十六岁的青年皇帝 从此将军国大政的决定权 牢牢掌控到了自己手里 顺治皇帝二十四岁去世 在他短短的一生中 见诸史册的后妃恕妃十九人 没有生育而失载的不知凡己 她有八个儿子 五个女儿 第一个儿子在她十三岁时出生 生下后来的康熙皇帝悬夜时 她是十五岁 在她的后妃中 有五位来自蒙古 科尔沁草原的 博尔基吉特部落 来自孝庄皇太后的亲族 不过在弗林的十三个子女中 没有一个是这些后妃所出 曲折地表达出了这位皇帝 对自己母亲的态度 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 也是博尔基吉特侍 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 弗林的外甥女 她是在第一位皇后 被废的一年后策立的 到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 刚刚过完春节 皇帝便下令停进中宫监表 就是虽然保留皇后名位 但终止皇后管理内功权利的意思 一年后 皇帝因为一件小事 又下旨痛责孝庄 皇太后的两个同胞哥哥 也就是自己的舅舅 并准备命令有关部门 严加益处 这两件事情最后全都虎头蛇尾 不了了之 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只是皇帝发泄了一下 对母后的不满而已 其实其中隐藏着一段绝大的隐情 就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 刻骨铭心的爱情 从史书上看 福林对于他的后妃子女们的感情 十分冷淡 前两位皇后备受视若无主的折磨 临死时 他都不许他们前来见最后一面 对于子女也是一样 临终安排接班人选时 他一度坚持要将皇位 传给自己的堂兄弟 而不愿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 其中可能也都有这场爱情 在发生作用 董厄氏原是福林的弟弟 伯木伯国尔的妻子 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 伯木伯国尔最小 他的母亲是林子公贵妃 在皇太极的崇德武宫中 名位排在福林的母亲 永福宫庄妃的前面 董厄氏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内大臣 并且可能出任过江南苏州一带的地方长官 董厄氏从小在富庶甲天下的人文 汇翠之地长大 读过不少汉家诗文典籍 深受汉文化之熏陶 因此行为举止 很有江南归秀的温婉气象 据说在满族亲卷中 颇被视为异类 顺至九年 按照大清制度 十四岁的董厄氏选秀入宫 被指配给伯木伯国尔为妻 她的年纪比自己的丈夫可能大两岁 按照大清皇室规定 帝国勋位们的妻子 必须轮流入宫 陪侍后妃 作为皇帝的弟媳妇 董厄氏负责入室的是 孝庄皇太后 按照皇室制度 皇帝每天必须早晚两次 到皇太后宫中请安 术语叫成婚定醒 于是皇帝和自己的弟媳 不可避免地碰了面 并一见钟情 从此陷入死去活来的热恋之中 当时这两个年轻人的年龄 大约都在十六岁上下 顺至十一年四月 奉皇太后一旨 皇帝下令废止了 勋贵妻子入室的制度 显然这与孝庄皇太后 发现皇帝的出轨恋情有关 两个月后 在孝庄皇太后的坚持下 皇帝册封了第二位 博尔纪吉特氏皇后 在两代人之间 有一个普遍的规律 在陷入热恋中的年轻人面前 老年人时常会显得力不从心 他们强力干预的结果 往往不是所有的人都陷入痛苦 就是以悲剧告终 如今的情形也是如此 伯木伯国尔可能继承了蒙古人 与女真人好勇斗狠的遗传基因 从小就渴望领兵打仗 在疆场血战中建功立业 顺治十二年二月 弗林下令册封自己这个十年十五岁 没有尺寸之功的弟弟为和硕乡亲王 然后派他随军出征 结果这小王爷不但没能杀敌立功 反而受到了真正的羞辱 关于这一段历史 各种史书记载的简约含魂 欲说还羞 好在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旺 也记载了这件事情 将种种说法综合起来 情形大约如下 有一天 一帮军士聚在一起砍大山 说到这位和硕乡亲王时 人们颇为不屑 很是鄙夷地谈论着王妃 董鄂氏洪姓出墙 方才为小王爷 挣来一顶同高的绿帽子等等 兴高采烈的人们 谁也没有注意到 那小王爷就在边上听着 这天皇贵州 骄纵无比的小爷 哪里受过这种羞辱 他操起一把利剑 就向那帮家伙杀来 一时间哀声四起 惨叫连连 随后他返回王府 找董鄂王妃兴师问罪 左右吞吞吐吐地告诉他 王妃进宫去了 伯木伯国尔又发疯一般 闯进皇宫大内 结果据说被他的哥哥 顺治皇帝当众打了两个耳光 处于半昏迷半疯狂状态的 伯木伯国尔大声嚎哭 回到王府便上吊自杀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顺治十三年七月三日 当日大清官方史书青石路 记载了下列一行字 和朔乡亲王伯木伯国尔轰年十六 一个月后八月二十五日 董鄂氏被封为皇帝之贤妃 十二月五日 右下赵旨正式册封他为皇贵妃 从此顺治皇帝福林有了一段幸福时光 而这皇贵妃处境之艰难之尴尬 则可以想见 进宫之后 董鄂皇贵妃在人际关系上 如履夺兵 处理得十分艰辛 除了对皇太后皇后丝毫不敢怠慢之外 就连对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 也都万分小心 年长的叫大妈 年轻的叫姐姐 想方设法增加其他妃嫔 承受皇帝恩泽语录的机会 如此一点一点 化解人们异样的目光 据说皇帝批阅公文时 有时会让他帮助参考 他一概不辞不可 不敢干预国政 然而每当秋天 皇帝审觉刑部报上来的死刑犯名单时 董鄂氏都会恳请皇帝谨慎小心 说是民命至重 死不可复生 宁愿施之宽 不可施之言 由此 这位皇贵妃渐渐得到了人们的谅解 甚至好感 然而好景不长 顺至十四年十月 董鄂氏生下一个儿子 两个多月后 这小皇子不幸夭折 偏偏就在这个期间 孝庄皇太后身体不舒服 移驾到几十里地之外的南原养璧 并命令后妃们前去侍候 这位产候不久 且痛失爱死的皇贵妃 只能在熟久隆冬的冰天雪地之中 前去朝夕凤逝 废寝忘食 结果种下病根 此后三年间 缠绵于病榻之上 并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去世 倘若旺记载说 顺治皇帝面对死者 竟致寻死密国 不顾一切 当时和后世都有人认为 南原是皇家猎场 到了冬季便一片肃杀 那孝庄皇太后 实在没有理由 在这种时候偏偏到那儿去养病 除非是他存着心 想折腾什么人 因此很难说这种情形 不是他为了报复董厄氏 所故意导演的一场悲剧 董厄氏死后 顺治皇帝写了一篇 《董妃形状》 称得上字字写生生泪 全文一千五百多字 酸辣兼备 处处话里有话 似乎就是为了 击刺他的母亲 孝庄皇太后的心机与伪善 据说 董厄妃死前 虽然授封皇贵妃 已经数年时间 他却绝无积蓄 临死时 他请求皇帝 把所有人制送的葬礼礼金 施散给贫穷人家 芙林则在为董厄妃 举办治丧活动期间 下令追封皇贵妃为皇后 将董厄妃宫中服役的 三十名女官 太监 宫女 全部杀死为皇贵妃寻葬 并几乎在所有方面 都故意违反皇家规制 将丧葬规格提高到了 与皇太后皇帝同样的等级 据说为董厄妃 如今的董厄皇后 举行的大部分丧葬仗仪式 孝庄皇太后 都率领众后妃前来参加 在那种情形下相见时 真不知这一对母子 情何以堪 遥想当年 有谁能说清这场皇家恩怨的 孰是孰非 孰因孰果 董厄妃死后 顺治皇帝福临 了无声趣 几乎是在此同时 他决心落法出江 顿入空门 他半是请求 半是强迫 让禅宗临祭宗的一个和尚 在万善殿中为自己落了发 然后准备举行皈依仪式 正式出家为僧 此时的孝庄皇太后 知道自己对儿子 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 他派遣人马 火速赶往浙江湖州 找为皇帝落发的 那个和尚的师父来接 这个老和尚 法名叫玉林秀 他深知这件事情处理不好 后果有多么可怕 于是来到皇宫以后 并不去见皇帝 而是静止来到万山殿 命众僧徒 把那个不知深浅 为皇帝落发的家伙 捆绑起来 准备把他活活烧死 老和尚在庭院里 搭起一座高台 下面堆满新柴 就在他拿着火把 准备点火之际 文迅赶来的顺治皇帝福林 从老和尚手中夺下了火把 答应续放 不再出家 四个月以后 公元1661年 既大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 皇帝没有出席百官朝贺的元旦大典 第二天 清代官方史书青石路记载 上不遇 皇帝龙体遣安 有众多资料显示 这一天皇帝来到了位于宣武门外西南的闽中寺 出席了太监吴良府消化为僧的仪式 这个吴良府是个从小陪伴皇帝一起长大的太监 此次他作为皇帝的替身 受命带皇帝出家为僧 皇帝死后 他马上被校庄皇太后下令 从寺庙里抓回来处死 理由是他勾引条缩坏了皇帝 他要为皇帝生前的所有不当举止负责 此后到正月初六 先是说皇帝身体偶尔感到不舒服 随后同一天便说上大剑 皇帝进入了弥留状态 当晚到初七日子时 即初六晚上十二点 皇帝就死在了养心殿 他得的什么病 怎么治的经过如何等等等等 全无记载 然后就是遗诏搬于天下 就此顺治皇帝之死 成为大清朝的一个谜团 有很多人相信顺治皇帝 真的是出家去了五台山 否则对佛祖并没有那么虔诚的 孝庄皇太后和康熙皇帝 不会三番五次的 前去五台山烧香礼佛 情感丰富细腻的人们 则倾向于认为 顺治皇帝福林 是在对董厄非的绵绵思念中 郁郁寻情而死 最没有想象力的一批人 觉得顺治皇帝应该是染上了满族人 最缺少抵抗力的天花 从而一并不起的 顺治皇帝福林在位18年 于国家治理上 基本研习了多尔滚摄政时期的方针大略 其他甚少建树 据说福林十分倾慕汉家文化 曾经废寝忘食的苦心钻研 甚至累得吐过血 他能诗善化 很有汉族斯大夫的风质 在融洽满汉之间的关系上 可能起过不小的作用 在诗德上 留给人们指责的地方不少 然而孟生先生认为 这位皇帝虽然信佛 但是并不因为不思土木来招他百姓 虽然宠爱自己的妻子 但是不以群带关系影响国政 可见其理解之操 情感之度 骁然忘其万秤之尊也 真是一种美好的品质 对他的个人知志评价很高 可惜的是 在他母亲和多尔滚的摆布下 这位天生福人 生活的实在是算不上幸福 他给自己帝国臣民带来的 也甚少福祉可言 如果假以时日 或许能够做得更出色一些 可惜 在十年二十四虚岁的鼎盛之年 他便匆匆逝去 呜呼顺治皇帝 呜呼清世主福林 阿姨 阿姨